黃捷就給他的歸 站在車上大聲喊拜託 吳怡農微笑揮手幫黃捷拉票 罷捷案進入關鍵倒數三天 綠營大陣仗出動十多位明代 一遭組成鳳山車隊掃街駐政 如果黃捷被罷免的話 我覺得這對台灣所有的工作 政治工作者來說 都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大家的一個選擇 就是說我們要不要肯定 認真工作的民意代表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當然要肯定 被問到敏感問題 吳怡農四兩拨千斤 就怕罷捷情勢成為藍綠對決 會影響投票結果 綠營力挺黃捷的決心 除了早上專程南下的吳怡農 傍晚則換前立委余天來助政 也希望說我們全鳳山人可以站出來 就是說終止這種報復性的罷免 讓台灣可以回歸我們溫暖安寧 感恩的社會 希望說大家一起終結 這一場報復式的罷免 讓台灣未來不會再蔓延 這樣子仇恨的風氣 希望從鳳山就可以作為最後一戰 綠營幾乎盡全黨之力力挺黃捷 讓霸捷團體直呼民進黨是大金魚 欺負他們小蝦米 跟指控許多鳳山民眾 都沒有收到投票通知單 是否疑似行政不中立 行政是絕對要中立的 我們非常不解 我們也不能認同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懇請中選會 應該要出面向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不應該有這種情況啊 我是當天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明天就馬上處理 即便沒有收到投票通知單 符合資格的選民也還是能投票 霸捷進入最後關頭 雙方使處渾身結束催選票 歡迎新聞林維凱 監獄玲玲玲嘉倩高雄報導